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宗方济各星期日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一间体育馆主持微杀 蒙古一千四百几个天主教徒 几乎全部出席仪式 另外还有大约二百个港澳 内地和台湾的天主教徒 远道而来 包括大约四十个香港天主教徒 方济各在微杀结束之前 邀请早前获作声为书记的 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 和荣邮主教汤汉到他的身边 在两个人参符之下致辞 我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 vorrei profitare la sua presenza per inviare un caloroso saluto al nobile popolo cinese 这次是方济各访问蒙古期间 第一次公开提及中国 中国和梵蒂岡没有正式建交 但双方在2018年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 梵蒂岡也曾经用好基督徒 和好公文形容越南天主教徒 当地七月和梵蒂岡达成协议 同意增接教廷常驻代表 路透社就引述消息 说梵蒂岡希望越南的态度 有助说服中国接受类似安排 方济各同一日参加另一场活动的时候 多次提到中国经常在外交方针用的和谐一词 他早一日说天主教会没有任何政治议程 各国政府无需害怕 亦都被认为是向中国发出信息 日本外相林方正出访中东和欧洲四国 同若旦就防务能源加强合作 林方正昨天在若旦首都安民 同若旦外相实发的会讨 会后两个人举行联合记者会 林方正欢迎发展双边关系 包括私营企业和国防安全等等的领域 两国就电力部门改革和稳定电力供应 签署大约1亿美元和650万美元的互换照会 杀法迪说日本是非常可靠的合作伙伴 两个人讨论能源和水利开发等等领域的合作 两国会继续推进合作 林方正之后会访问埃及 沙特阿拉伯和波兰 回来本港 警方近期发现有市民WhatsApp帐户被骗徒骑 再诈骗他们的亲朋好友的个案有上升 过去一个礼拜至少接获超过25宗举报 涉及款项合共超过80万 但是其中一个人被人骗了16万 用WhatsApp和人联系几乎是不少人的日常 现在如果要重新登入WhatsApp 例如是换新手机的时候 程式会要求先输入手机号码 之后系统会发出6位数的SMS短信验证码 要输入才可以登入自己的帐户 有骗徒就看准这个环节 先入侵一个市主的手机 在WhatsApp的电话宝找列物 尝试登入其中一个市主朋友的WhatsApp帐户 同时那名朋友收到验证码的短信 骗徒就即时以市主的WhatsApp帐户 和那名朋友联系 说误存了一个密码给他 要求对方再传回 朋友没有想过有问题照做 结果那个帐户就成为骗徒 下一个骑劫的对象 到底骗徒不断骑劫WhatsApp帐户有什么目的呢 警方就说之前发现 有骗徒以骑劫的帐户 向受害人的亲朋好友发信息 以不同的原因 例如是要生意资金周转等等 要求对方借钱 其中有人试过因为这样转帐16万 那为什么最初一名市主的手机 会被骗徒入侵 甚至是被骑劫WhatsApp帐户呢 警方就说最初是以随机的方法 发送一个信息 声声检测到WhatsApp帐户有安全风险 要求对方登入一个连结 输入他的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结果就被骑劫 他有建议用户应该启动双重认证功能 要日外用电邮认证作为第二重的保障 无线电视记者吴雅倩不道 另外警方瓦格一概投资诈骗集团 以串谋诈骗和细黑遣罪拉出19个人 涉及骗款一共400万 行动检获大量投资协议书 用来探受害人的电话对答台词 大量现金和名贵珠宝手标等等 警方经调查之后 锁定一个由去年年中开始运作的投资诈骗集团 发现集团办成立投资公司 标榜低风险、高回报 引有市民开户投资 做伦敦金和虚拟货币买卖 但有关投资项目并不存在 案中到现在最少有25个受害人 损失由几万元到100万不等 又发现集团同时利用超过50个块铝户口 清洗骗款超过3亿2千万 警方在上星期三到星期四在诈骗集团位于九龙区的公司 拉了12男七女 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幹成员 部分有黑社会背景 天文台说会在今早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天文台说海葵减入为台风进入台湾海峡 海葵随后大致移向广东东部 至福建南部沿岸一带 可能在那里登陆 之后海葵的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 提醒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测 至于蘇拉过后 政府接触过千钟林树报告 有树木专家说不少是连根拔起 反应仲值出了问题 建议当局改善 超强台风过后 整街都是吹跌了一架树木 有研究树木的学者说 香港不少种植的树都没有足够的土壤杂根 很容易催崩 土壤其实是大量滲入了建筑废料 有些沙、石、破碎了的运营土、砖、批档 这类的物料第一是很粗很大旧 第二是没有什么养分 第三是处不到水 这么差质的土壤 你用来种树就没可能种得一棵树 强壮健康和稳固 他说嵌树分四类 盘景树头重脚轻很容易吹跌 连根拔起的可能是根部的生长空间不够 表证是树根连同整块泥土拔起 另一种树根同样拔出地面 但是没有连同泥土 意味着那个地方的沙石多固定不到树木 如果是断根 可能本身的根部已经发了毛 占字用说香港较常见的树种 例如细叶茸、石栗等等 需要较大的空间和较多的泥土被根部生长 益树五年之前生粥雜港 估计超过六万棵树倒塌 超过九成是连根拔起 认为这几年间当局都没有解决到老问题 台风就会为人民服务 随随随便把药树掃低了 其实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管理方法 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地做一个优质梅人 小盘就种小树 大盘就种大树 现在我们种树的方法是挖一个一米乘一米 很多时候没有挖到一米深的洞 插一棵树下去 那就叫种树了 我们形容这种情况 就叫做咖啡杯种野 你这样种树就几乎是等于种下危机的 除了尽快清理左路的塔树 他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检查附近多行人的树 有没有半团未跌下来的部分 消除潜在界危险 当局早前就说会将清理了的林树 暂存在五个地点 例如团圆的Y Park 部分可以再造成家具、肥料等等 另外的存放处在啟德发展区的 临时木材废物收集处 和三个堆填区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强台风海葵昨天下午在台东登陆 成为四年多以来第一个登陆台湾的风暴 当地气象部门就说 海葵昨晚由高雄附近出海 强到持续减弱 受到海葵正面吹袭的台东 狂风暴雨不断 在成功镇三仙台风景区的户外镜头 被强风吹到猛烈遥防 如势之大令人看不到画面里面的白拱桥 至于洞河向在海葵登陆之后 一度录得风力强达15级的阵风 路边多棵树倒塌 排水渠也都变成小河 民众严身以待 有加油站一早已经暂停营业 又用承索固定加油机 在鄰近的花年 海边不时翻起7米高的大浪 渝港堤防已经被海水淹没 当地多区累计雨量突破300毫米 花年大桥下方水位急升 去到下午5点已经涨至7.6米 距离境界水位不到1米 市区多条道路水浸 部分低华地区已经拉起封锁线 防止有车误厂造成人命伤亡 当地上午有货车在行驶途中 被倒塌的树击中车头 两人一度被困 其后已经送远治疗 外海的陆岛有多栋房屋不敌强风 部分建筑只是剩下支架 而在宜蘭海边卷起4.6米高的浪 靠山的道路就有大石跌落路面 大风导致电纜受损 在大陆中央气象台就预测 北海区将会在星期二 下午至晚间 在广东和福建交界附近登陆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先有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回来新闻时间 今天是开学日 今年书商普遍加价 升幅甚至高过通胀 结果大旺二手书市场的生意 有商户就说生意在近十年最好 不少人一早买定教科书 不过也有人尽未充施 之前学位在想 有没有其他学校可以转 所以到最后才买 我来用三千一三千二左右 我记得 然后今年三千三 销委会7月调查发现 超过九成半的中小学教科书都加价 平均升幅达百分之四 是2015年以来最高 较同期通胀率的百分之二点一要高 翻查部分中学书单 一套中一新版的教科书 即是连同指定阅读书目 字典、圣经等等总价超过五千元 不想买贵书有家长就选二手书 很多都很新正的 可能是八成新的 我觉得有没有改版有ok新正我当然接受 我们尽量收购书都是少于五页或十页不值 超过估计升幅都有大概三至四成 都是近十年八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年来的 负责人说大部分二手教科书都会以出版社定价的四至五页出售 也都会定期在网上更新价目表增加旧书的透明度 有协助基层的组织就说 不少基层家庭反映 即使新学年有二千五百元的学生津贴 都没有办法完全补贴书费的支出 有些他收入都是一万元 都还没讲其他的开支 他可能用校服、文具、其他鞋 他只说买书都四千多 他建议当局考虑和学校商讨 建立循环使用二手教科书的机制 减轻基层家庭的经济负担 无线电视记者黎卫尔报道 有调查发现 近八成受访的基层学生 希望参加共创明天计划 不过只有近一成曾经参与 而当中超过一半就说 一年之内同私有会面不够十次 期望增加接触的时间 共创明天计划启动满一年 政府期望围着劏访的初中生 长远摆脱夸待贫穷 第一期大约有二千八百个初中生参加 社区组织协会过去两个月 以网上问卷访问315个基层学生 只有大约29人 即是一成的受访学生曾经参与计划 大部分都认为平均每个月 和私有会面一次 时间太少 我和我的私有都有时会没有空 就会约不出来 然后通常都是参加活动去见面 见面比较少 过一年其实你们见过多次 其实应该五六次过 当时活动都是最多两三个小时多些 一些参观那些活动 中学生就忙 然后其实有私有都会忙 而且有私有很多都是用自己的私有时间 如果有一些是自己工作上都很忙 那就会来到那个约的时间难 社协也都发现 学生和私有的配对不够理想 有少少万分瓦架的 何时知道私有呢 就是第一天大家打开门 你原来是私有 我才知道原来你有什么情况 你做哪一行 但可能我对于去那一行工作 其实我有兴趣又不是很大的 或者我不太期望它是这样的一回事 那可能就会有点落差 社协建议前期配对的时候 应该更加细致 给学生和私有有机会了解 对方的职业、志向等等 并且增加见面的次数和时间 例如每两个礼拜接触一次 调查都发现 近八成的基层学生都希望参加计划 但是没办法参与 社协建议应该将限额 加到每年一万人 并且将计划含盖对象 扩展到高小学生 无线电视机仔黎卫尔报导 游麻地上海街两处 有大厦跌石屎 没有人受伤 屋瑜处检查之后 说两栋大厦的整体结构 没有明显危险 其中在上海街434号 警方昨天下午3点多接报到场 将石屎碎块散落的 一段行人路围风 警方说一米长一块长一米半的石屎 由大厦外墙脱落 外墙钢筋外路有生受痕迹 约半个小时之后 上海街500号也有大厦天台 怀疑有一米半成零点三米的石屎 跌下来 对开行人路和行车线 事后留下砖块和石屎碎 有途人经过的时候 用随身物品遮住头 屋瑜处也派完到天台调查 北京推出16条 吸引外资的新措施 包括最高500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 商务部说 中国持续扩大内需和产业转型升级 为外资创造更多机遇 由着北京记者陈卓康 正在北京举行一连一度的服务会 是内地各省市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其中在京津企协同招商峰会上 51个数字经济、金融、航天科技等项目 成功签约 涉及1,045亿人民币 落湖北京朝阳区、天津和河北洪安新区等地 北京市政府即场宣布16条支持外资的新政策 包括对在京洛湖的外资研发中心 给予最高5000万人民币支持 而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起 推出服务在京外籍人士的网站 以及社家媒体公众号 提供签证、生活等最新信息 商务部说 中国推动消费阔容和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外资带来更多新机遇 中国不断增强的人才优势 有利于新技术的研发 超强的生产配套能力 有利于新技术快速转化为新产品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有利于新产品快速推广 海量的数据资源 有利于市场信息快速反馈 和产品迭代升级 中心欢迎大家加大、在华、创新投入 在创新合作中实现更好发展 他又说未来经浆企一体化发展 外资会有更大的营商空间 无视电视驻北京记者陈聪康报道 抗战胜利78周年 显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神列管 公布新一批文件 为揭露日军罪行提供新证据 二战期间 日军731部队曾经以研究防治疾病 和饮水淨化的名义 在中国进行活人实验 实施细菌战 新发现的文件 包括两份共六业的 关东陆军病院职员表 现时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神列管 和日本历史学者 从野城也合作 拿到档案的影印本 上面印有军事机密字仰 是日本关东军 在1940年8月19号编制完成 记载了24间陆军医院的 高级官员和职员名单 其中哈尔滨第一都军病院 是我们中年研究的对象 哈尔滨第一都军病院 拥有在港在边的人员是35人 其中缺席5人 一共是30人 因为病院院长是少将 还有大左、中左、少左、中卫等支援 研究人员说 这份档案和之前发现的侵华日军 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元宝 互为补充 这间医院是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 建立的最大陆军医院 研究人员说 文件反映阮方和731部队 以及他的细菌战计划 关系密切 是部队犯罪的延伸机构 今次研究也发现阮方和731部队 1940年在东北散播暑疫 造成几千人死亡的线索 官座命柄第699号命令 是1940年10月5日 由关东军司令部 关东军司令发布的 要求731部队和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 赴新京 也是今天的长春 进行鼠疫防治的预防命令文件 所以这个再一次证明了 这是一个由日本军界高层主导 然后至上而下进行一次作战的一个任务 他们之间有着军医协同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关系 研究人员说 新发现的文件对全面研究731部队的罪行 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无线电视记者将会冲步到 各位我是容家瑶 香港大学医学院研究出新的关节致换手术止痛方法 增加注射类固醇的剂量 大约2000个病人试过 调查就发现平均手术之后的痛楚比传统方法轻 72岁的郭先生上个月底做完膝关节致换手术之后 可以即日落床第四日出院 就算膝头角增直都难举不到 港大医学院说郭先生接受了新的止痛方法 传统的膝关节致换一般需要在患者的膝部开大约8寸的伤口 不少人做完手术都会痛 要留院几日 一般要两至三个月才可以消除痛楚 以往主要有三种的震痛方式 手术的时候静密注射孖啡或者安慰剂 也都可以局部注射类固醇 港大新研究会同时在病人的静密和关节位置注射类固醇 调查访问了180个分别接受不同止痛方法的患者 最高的疼痛值为三分 传统的方法都达两分以上 新方法平均就只有1.9分 相对没有那么痛 做完手术之后可能都是有些长期痛的 膝关节那里都是有些长期痛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急性疼痛处理得不好 脑就记住痛 然后慢慢慢慢就会敏感了 总是会令他痛的 令他消肿好了 闻毒能力幅度好 相对的做法就是令到 他有些伤得益彰的效果 亦都可以用药的分量又会少一些 港大说新救方法的费用都差不多 但用新的方法就有一点要留意 通常如果打这个类固醇 会引起做完手术 血糖的水平会升上一些 所以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照样可以用 但是手术前后的糖尿病的控制 血糖的指数我们要看得谨慎一些 比如手术之后的头一两天 血糖指数会升一些 目前这个疗化已经在港岛西联亡 三间医院推行 包括玛丽医院 港大又说 部分医生可能对加重 类固醇的剂量 和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有保留 其他医院未来会不会采用 或者都有这一重的考虑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有政党调查发现 每四个五十岁或以上的受访者 就有一个人曾经生蛇 近一成半人曾经反复发病 团体就建议政府资助市民免费打针 民建联同社企 银骑士等等的组织 上个月底透过网上问卷 访问291个港岛东市民 发现近两成四曾经患 大壮抛诊 即是生蛇 一成半人曾经患上两次或者以上 部分患者持续几个月神经痛要复诊 影响做事和家庭生活 民建联建议政府分家段 提供免费大壮抛诊疫苗接种 先给老人家和免疫力低的群组 再扩展到50岁以上的市民 并且定期公布大壮抛诊的确诊数据 加强公众教育等等 政府研究中如何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 有意见要求调低股票交易印花税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认为 不足以长期提振事发 政府日前宣布成立专责小组 研究如何增加股票市场的流动性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上说 小组今个礼拜将会召开首次会议 内地近日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 税率由原先0.1%减半到0.05% 和本港的差距进一步拉开 对于有意见认为 本港亦都应该跟随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 陈茂波说这个举措不足以结构性 长期刺激股市交投 他引述数据说 股票印花税在1999至2001年曾经三度下调 但是日均成交额由1997年大约143亿元 下降至2002年的60亿元 而股票印花税2021年轻微调升之后的头四个月 港股日均成交仍然较2020年多出2% 反映微调没有令股票交投萎缩 他承认8月港股的表现不理想 但是认为改善股票表现的关键 是投资者对后市预期向好 关乎入市资金量和流向 取决于经济表现 公司业绩等等 不是单纯靠下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就能够达到 凌散的刺激举措只会适得其反 削弱投资者的信心 他又提到西方政治成建造成的误解 也都干扰投资者对香港和内地股市的信心 说根据内地数据 内地经济发展势头正面 西方对内地经济的悲观论调 如果不是别有用心 就显然同现实脱节 港府将会加大力度 透过请客来同走出去 积极向外推广香港的优势 包括未来几个月出访欧美等地 说明香港的潜力同机遇 无线电视记者刘慧尔报导 适应售货源和收银等等 26个低技术工种 雇主今天开始可以申请输入劳工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孙玉咸就说 就当中10个工会比较关注的工种 会派资深劳工处人员审批 确保不会被机制 26个低技术工种 以往不能输入劳工 星期一开始 就可以透过补充劳工 优化计划申请 条件是以相关工种的工资中位数 先进行四个礼拜的本地招聘 请不到人才可以输入 对于劳工界不认为要输入当中10个工种的员工 包括收银 售货员 送货员 民员 货仓管理员等等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孙玉咸在本台节目 说清说出话 会有措施提近一点 他强调若果发现雇主在本地招聘的时候 没有合理的理由拒绝招聘 会被罚停赛一年 但若果雇主强调是建工的表现不好 当局又怎样核实 确实你很难有一把很华一的赤华 究竟你真诚义放是否合理 但我们会问的 如果你50个人里面 你原来跟我说 看完一轮之后 你都请一两个 如下你又不请 别人就愿意做 我们会去问 所以合理理由 你不可以说他不懂得说英文 或者说他有些很高的要求不合理 两边都会问一下 我们都知道哪些员工是 哪些本地人去建了工 都会问一问对照一下 被问到如果本港 好像是澳门输入劳工之后 相关的工种工资的家幅不如以往 甚至追不上通胀 是不是意味应该收紧输入劳工 孙玉涵这样回应 我们看香港 我们撇除了我们的家用以外 真的属于输入劳工 佔我们整个劳动体系里面 都一百分之一 就是一个百分之一 但澳门大很多 所以那个比较不能完全直观去比较 强认为基于同样的原因 日后未必需要将失业率分开本地工人去计 无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台湾巨报上个月参加美国国民警卫 军主导的多国和地区联合军演 中方就一直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军事横来 这个名为北方打击的军演 7月底展开 为其大约一个月 由美国密歇跟走的国民警卫军主导 在当地的训练设施进行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000多名军人参与 台湾军方也都在上个月5至19号派人参加 但不清楚确实人数 美国国防部说 演习的目的是要培训战备力 加强部队之间的协同性 今次是计去年夏天台美另一次深化军事交流 分析估计今后台湾军方派遣参加军演的规模 可能会更加大 不过报道说 为免过分刺激中国 美方安排军演由属于地方武装部队的国民警卫军主导 而不是美军 日本放送协会就说 台湾的F-16战机机士 早前也都在西部阿里桑那州的美军基地受训 美国传媒早前报道 美国政府首次向台湾批出 通常用于主权国家的军事融资 总压达到8000万美元 折合超过6亿港元 引来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方重申台湾问题迅速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顿促美方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 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母线电视记者杨洁尔报导 澳洲因应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要求 它定延长在当地的警力部署期限到明年6月 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2021年发生反政府骚乱 澳洲之后根据两国的安全协议 向所罗门群岛部署警力 并且同同样到了当地的新西兰匪制等国的警方 组成国际援助部队 原定今年12月戒门撤离 澳洲政府发声明说 应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要求 决定将澳洲警力的部署期限延长至明年6月 并且会增派更多警力 以便在当地11月举办太平洋运动会 和明年大选期间协助维持治安 强调澳洲是所罗门群岛的主要安全伙伴 所罗门群岛传媒报道 总理索加雅雷是在上个月4日 就强化治安部署向澳洲发出正式请求 说举办两项活动需要庞大的治安支援 所罗门群岛2019年和台湾断交 和北京建交 索加雅雷去年曾经说 澳洲是安全伙伴的选择 但要满足当地的治安需要 安全伙伴的多样化很重要 他早前更加说 要重新检视和澳洲的安全协议 索加雅雷今年7月访问北京期间 和中方签署警务合作协议 引发澳洲、新西兰和美国的疑虑 有分析说所方今次的决定可能冒犯到中国 中方已经为当地捐赠和兴建太平洋运动会的场馆 中国警方的训练人员早前也都抵达当地为运动会做准备 母线电视记者杨吉尔报导 西班牙受暴雨侵袭 当局向马德里和周边地区发出红色警暴 求赛要取消 在加泰罗尼亚靠近地中海的亚尔卡纳尔 暴雨之后道路变成河流泛滥 过去24个小时有大约220毫米缸雨 居民无法出街 在首都马德里 过去12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 打破1972年以来的纪录 当局呼吁居民避免出街 西甲球赛马德里体育会主场对西维尔 也都因为暴雨取消 气象部门向马德里和周边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